我下一個問題要請教法務部 之前邱泰山在高檢署的調查報告說 他說他約彭坤葉是要討論陪審參審 司法改革重大議題 只是離開的時候順帶提醒他 說彭坤葉你那個桃園的那個案子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到底有多少檢察長被邱泰山 以國安諮詢委員的名義約詢去問陪審參審的事情 結果之前要你們發函 然後你們明明就發了還騙我說你們不能發 沒關係啦這些事情部長來找我解釋過了 然後他面對最後把答案交來了 這件事情就算了 但問題是什麼 最後回來的沒有人被邱泰山約約詢過 全部就只有彭坤葉一個人被約過 那他是有什麼特殊的技能 國安諮詢委員針對陪審參審只約尋彭坤葉 不約尋其他人 現在我更重要的問題啊 你們那個檢審 那個高檢署的調查報告什麼時候要公佈 高檢署的那個 調查報告 完整的調查報告什麼時候要公佈 因為這個是行政調查嘛 沒有偵查不公開的問題啊 各位報告 我們那個現在這個部分也併有那個監察院在調查中 對啊 那個是跟監察院的關係 我說什麼時候要對社會公佈啊 是有關那個高檢署的 對啊 完整的調查報告啊 這部分是不是容我跟高檢署在聯繫 沒有啦 我現在直接跟你們講 調查報告我發函跟你們要 是是是 我手上也有了 那你們也沒憋密件 從任何的觀點來講 這些事情要對社會公開啊 是是 那你們如果不對社會公開 會發生什麼效果 我直接跟 市長說明啊 就會有媒體 會有人在後面放話啊 帶風向啊 說啊你們不敢公佈調查報告啦 那個調查報告寫出來的齁 是根本沒有講邱泰山有關說啦 那你們如果被媒體寫成這個樣子的話 高檢署自欺啊 趕快把調查報告公告出來啊 是 我想 像媒體這種如果不實的信息 我想相關的這個機構 自己啊 那你們今天自己回去看啊 是是 如果今天這個媒體是亂講 有檢審會的成員私下在外面放話帶風向 發新聞稿駁斥啊 高檢署的調查報告坦坦蕩蕩的 有什麼不能公開的 結果你們不公開 就有人在背後放話帶風向啊 所以邱泰山沒有關說啦 一切都是誤會啦 下一個更核心的問題 彭坤彥你們還 你們現在是打算要繼續讓他 當高檢署的主任檢察官是嗎 因為上次檢審會啊 那一個決定 我老實講啦 送監察院本來就該送 但是當基層的檢察官 是讓社會都在質疑了 這樣一個施壓官說的人 結果調離了桃園地檢署 不讓他當檢察長 還跑去高檢署當主任檢察官 法務部還有沒有是非啊 我要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有關這個事件 那目前來講我們因為 基本上檢審會之後 因為那個檢察案已經在調查 他們已經主動立案調查 所以這部分事實如果明確的話 那我想檢察官的質疑 我的問題還是一樣啊 我後來去了解 檢審會的成員他們很無辜啊 說是不是當主任檢察官的這個問題 不是檢審會可以處理的啊 那說那個要部長發動另外開一個會啊 現在我的問題就很直接啊 好 桃園是不是因為 部長是不是要繼續當主任檢察官 還是我要發動那個會議 大家來開會討論 他到底是不是任主任檢察官 可以這樣喔 這個請法務部再去跟桃園說明了好不好 好 是 今天下班以前不用私下跟我講 用公開的新聞稿跟社會講 你們到底有沒有要啟動那個程序 是嗎 好 怎麼說明這個 請法務部去跟黃委員溝通好 謝謝 謝謝